接下来我们会谈论Dynamic AIM 里面的一些 Facturing Focus的一些功能 系统本身我们有个叫Produ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ule 在这个model里面最主要管理整个系统里面的 一些Item的Information 首先在系统本身我们有个功能叫Category hierarchy 在这个Haraqui里面可以给User 整个系统的Item hierarchy的插手 它会取得到一个Procure hierarchy 你看到左边好像Tree Structure 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可以自分 究竟你现在继续用你的Item 里面 是什么Haraqui 例如我们分Accessory 在Accessory里面再分析号 又或者我们分到Computers 里面有Suppolar、Claptop、如此类区 这个程度其实不限的 比如说我要在Software下面 再设计一个New Level 其实系统也可以用它 当我们设计到这个Haraqui 之后 其实当我们建设Product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Haraqui 拆在每一个不同的Item里面 然后到我们拆在这个Haraqui 或者拆在一些Setting 都可以拆在整个Haraqui去做的 好 那在Product那方面 或者Item那方面 其实在系统本身 我们有两个Level 第一个Level 是一个叫Google Level 因为本来系统是Port Mountain Company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 可以拆在任何不同的公司 现在很经常 在国内 香港都有不同的办公司 或者生产公司 在国内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地方 拆清了两个公司的所有Item 我们叫做All Forter and Forter Master 在这个表里面 就无论别旗下所有公司的Item 都是在这个表里面 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Item release到不同的公司 例如这个Item 0016 我们可以将它release到某间公司 例如CCC公司 或者CSU公司 例如Enter经文公司 之类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地方 拆清了整个Item Item的Maintingment 当某些公司 需要用到这些Item 我们就可以release下去 当它release下去之后 其实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叫release的Product 这个就是 说回这间公司里面 相对认release了它的Item 当然你会认识 有很多不是Local Steps 的Setting 就是在这里前提 在个高高级 最主要让大家 认识三个Item Code 名字 又或者common的Actributes 或者在高高级 类型 例如一些Local Actributes 比如Course Item的类型 之类 我们就可以当作Local Level 我拿一个 例子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High End Seeker 的Item 因为在系统本身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Informator 的Item 我们可以double click 打开做Item Card 所以进入有很多不同的Informations 例如最前 去写一些Port Number 名称 都应该是这样 在名称上 我们都可以认识不同的Language 例如可能英文 Item 和名称是什麽 又或者可能中文 成绩中文 例如中文 都可以认识 如果我们认识 这些Informations 给客人 都可以跟客人 需要的语言 认识 认识不同的Item 另外一些Pricing 的Informations 例如采购的价钱 又或者Sales的Informations 就是Sales的Price Unit Informations 之类 当然也会有Informations 例如长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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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Calling information 例如这些Item 是Send the Clause Rate the Exit File 之类 当然也在这裏 当我们做申请的时候 都会根据他们的Calling method 做相对的Calculation 当然都会进入他们的GL 好 说回BOM 例如我现在这一只 Tying in Beaker 的Informations 其实在上面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Function 其中一个Function 就是认分BOM Structure 首先 我们认分BOM Structure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用Designer 我们可以试试 在这个箱子里面 你会看到 是这样就会把 现在的Item 你直接用它Component 你会看到 这三个东西 就是一个10% 背后 我们有另外的 Web Item 200 它的Form 已经认分BOM 当然 我们也有13Multi 是没有的 你可以在 10%的Item 里面 再有其他10%的Item 我们可以 Double Click 每一个Item 的材料 可以看相对 例如 Usage 功能 Square 之类 也可以认分B 用这个Structure 的认识 用这个Structure 也可以用 极限中的方法 去认识 例如 我们可以在 左 右手边 把Item 拉过去 就可以认识 这个Component 加到 这个Form 里面 还有 右手边 我们也可以 将 这些Component 拿回我们的Wilding 例如 我们现在 左前07%的 10% 我们有两个工具 每个工具 究竟 这个材料 用到哪个工具 我们也可以 在Wilding 里面 拿回BOM 例如 你现在 07009 会用到 在相对的 四个工具里面 也可以在这里 这个 是一个 T Structure 的一个 这个Presentation 另外 我们也可以 给你 用一个 这个LineU 什么是LineU 我们可以 用一个 提示 大家可能 做开工具的 方式 我们可以看 例如 这个方式里面 究竟是什么Component Component里面 的Usage 是多少 Unit 另外 例如 SquaredWay 一些 Consumption 的Formula 我们都可以 这个Define 对方式来说 我们实际上 很多Version 简单 我们可以有 Version1 Version2 也可以 每个Version 里面 有 我们用 动作的Define 例如 Version1 19号 用到 23号 由 23号 开始 我们就由 Version2 取代 这个也可以 可以给你 试翻 另外 在Bom Level 我也可以给你 试翻 Quality Setting 例如 如果我是一个Mask Production 做多 12000 的话 我就用这个Bom 但我如果是一个Small Production 可能做 几千年 就用另外一个Bom 可能是SquaredWay 不同之类 我也可以在Bom Level 去试翻 除了Bom 之外 另外一段 我可以 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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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第一系统 首先 训续 训续 例如 可能是Machine 或者人 Labor 其他系统 系统 我们也有两个Level 首先 我们叫Resource Group 例如 大家现在看到的三个 例如 我们现在 训续 训续 例如 Expand Resource Group Infection Tracking Tracking During 等等 所以这些Resource Group 都可以自行 训续续续续 每一个Resource Group 代表其他系统里面 是每一组的工作组 例如 可能有 几部机器 We 训续 训续续 我们可以训续续续 例如 Speaker Arcandy 组 然后 我们就可以 把不同的Resource 放进去 即是说 如果 我现在 Speaker Arcandy 其实我们有三个 Resource T1 T2 我们的系统 我们可以看一个calendar 这个叫standard2的calendar 我们可以看它的working time 我们也可以定乎每一个results的 schedule 例如这种机器 从1.5 可能8点到12点 1.5到5点 这种 schedule 也可以跟着results group 或者跟着results 在scheduling的同时 就会在这个calendar去考虑 究竟它有多少工作的时间 另外我们在这个calendar 也可以认为2.5% 因为通常 大家做的东西经济的意思是100% 那我们可以认为80% 或者是10%之类 就是这样做scheduling 就不会帮我排到满 就会预留20-30%做coder 接着我们回到product的wow 程度里面 我们去wow 功能 其实跟这个contact差不多 在wow来说 我们都可以认为multipable version 可能其中一个version 就是可能tidest version 接着有新version overwrite它 每个version 都可以keep track 才选到在那边 现在你看到routing 你看到上下两端 下面是wowcontact operations 就算拥有30% 15-30% 顺序 可以认为multipable 譬如 上面的tinker Infection 做packing 那里面可以认为很多tine 的parameter 去做scheduling 那我们可以tine tine 有几个类型 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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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认为 譬如 如果我们参同电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在系统里面 每一个小时 可以做到 5件 那我们可以认为 但是这些parameter 之后很重要 就是当我们做scheduling 但是在系统里面 系统会用这些parameter 帮我们计算 究竟这个production order 要用多少时间 相对认为 reformance 有多少 足不足够 之类 那后面的reformance reformance 那我们都可以认为 这个stamp 这个operations 需要到什么reformance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譬如说我现在 在系统里面 只需要1001 reformance 计算 那系统里面 亦都容许 可以认为 reformance 那就是说 可能同一时间 你才会用一个机器 一个人 再加一个tools 那你都可以认为 那你都可以认为 在系统里面的时候 就会帮我们 make sure 究竟 这三个reformance 都同时 awareness 才会帮我们计算 下去